这是所谓的一般叫什么视窗 什么视窗程式设计 那我们现在只是做出UI而已 那怎么样最好 其实就由你来决定 反正你就是 最好的UI真的就是不要学习 一看就知道了 OK也不容易犯错 如果使用者不会犯错 基本上你这一个程式 基本上也就比较不容易有bug 然后就会运行得非常的好 也不会找你麻烦 所以尽量也不要钻牛角尖 讲得太复杂 越简单其实越好 OK好那把它启动起来 那再来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已经把UI设计好 颜色当然你自己再去调整 不像你要长这些颜色 所以我只是大概给一个颜色 至少不要是黑白 不要是灰色的这样就可以了 那第二个的话你就把它启动起来 启动的话 当然你可以直接从这边做执行 那你会发现它就可以看到了 但是问题来了 你如果将来要让人家启动的话 你总不可能说 请使用者你到那个Visual Basic里面 打开制定这个 然后呢上面有个按钮 按一下它就可以执行 但不可能嘛 所以你需要怎么样 给它一个按下一个按钮 最好是放哪里呢 放旁边这边 也许叫什么 启动表单 OK 按一下它 那个表单可以叫出来 所以如何启动表单呢 一 请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在这边增加一个按钮 那你要想到什么呢 这个按钮怎么来的 基本上就是在哪里呢 在模组里面嘛 对不对 增加一个什么 增加一个程序 前面我们不是有做了这个吗 有没有 那它是一个sub 所以你如果你要启动表单 插入一个程序 名称叫做启动表单 的一个什么呢 sub 那sub对应到按钮 OK 按确定 然后接下来的话 你就打一个什么呢 叫home.show就可以了 那因为我刚刚改叫home2 所以我就改叫home2 所以你们如果用home的话 你就home点 那特别注意 如果你点下去 有个清单出现 那恭喜你 你应该是名称有重新 如果你点下去没有 那表示你那个表单名称 一定不叫home2 可能叫别的名称 OK 因为之前有同学忘了改那个 它预设是user phone1嘛 对 如果没改 如果你没改 不然你叫user phone1 电 它会出现清单 那你打一个叫什么 show 打一个show OK 做完一行而已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 一样的把它插入一个按钮 那这边也许 我这边增加一个 就是启动表单的按钮 那这个按钮 当然你放这边好了 按一下它 诶 启动起来了 OK 不过呢 也有同学说老师 可是我希望最好怎么样呢 我都不要按按钮 因为使用者他 要找他有时候也找不到 明明在这边他也说找不到 OK 很多嘛 很多人都这样 明明这个 那怎么办呢 如果你希望 当表单起 当exale 这个exale的工作不 启动的时候 顺便呢 帮你把表单也启动起来 OK 那这个时候怎么做呢 基本上 你可以 有个概念 事件驱动 什么事件呢 就是当 所以你要有个事件 就对应到一个物件 物件的名称呢 就是list workbook 指的是这个工作部 这个工作部 其实指的就是这个exale OK 特别之于啊 所以你在那个 专案里面嘛 会有看到一个这个东西啦 而且前面是一个什么exale的 表示说 这个东西指的就是 你这个档案 那他用一个物件来代替 那只要有这个物件 特别之于啊 你就要有个概念 就是事件 所谓的事件 就是当他怎么样呢 这个工作部打开的时候 OK 所以这个是一个什么 一个事件 event 这个事件 那这个事件怎么产生 记得啊 点这个list workbook 两下 上面有一班 对不对 找到workbook 就是这个workbook 怎么样呢 被open 其实当然里面事件 不止open 还有很多 不过他预设是open 当这个表 当这个工作部 他开启 其实就你点他 把它开起来之后 你就做一件事 什么呢 home home2 我是home 点show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呢 当这个exale打开的时候 顺便帮我把表单启动起来 OK 可不可以 那当然可以啦 所以记得就是这个档 另存心档一下 一定要启动 因为我里面有很多那个VBA 我前面讲过 一定要存成这个 然后我把它存在 存在我这个范例里面好了 存储存 储存之后的话呢 如果你要test的话 那你可以把它关闭起来 然后一样 去到我们的那个 我是放这边 我的那个 这个范例档 在这里 打开之后的话呢 不过特别注意 前面有讲过 预设是停用 所以你必须怎么样 启用一下 表单起来了 OK 如果你希望能够让使用者 当然 不要看到后面的话 不然你就坐大一点点 把它挡起来 OK 不过他还是可能会把它关起来 关 所以有些东西 当然你没办法防范 不过至少 我想该有的 你就跟他讲说 一定要这样做就对了 那这个方式 其实在以前的 以前学员 他有真的去用 发现非常好 他这种同意好像在公卖局 吧 他的底下的厂商有五百多家 然后每一次要填资料 填他给一次要挡 回来资料都乱七八糟的 OK 他后来用这一招 他发现 哇 很多事情 变得好简单 再也没有人出错了 为什么 因为他都已经 上面该填什么 他就照着填就好了 但是等一下还是有一些地方 可能要注意的 比如说他如果 没填之外 按确定一定会产生错误 或者填的身高 不是数字 也会出错 诸如此类的 你可能要把 可能会出错的那一些 部分 用一些逻辑 先把他什么 过滤掉 不要让他犯错就对了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性别 现在里面没东西 那有没有办法 让他下拉清单可以产生 这些都要 一个一个来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如何启动表单 所以可以按按钮 另外呢 可以从什么呢 事件 记得是类似 Workbook里面的 这个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这两个部分 在云端上也有那个 参考的程式 不过有些东西 尽可能不要用背的 这些都可被理解的 所以你如果理解了 而且你回去多做个几遍 我想应该这些都 以后就变得很 很自然的一些动作了 试一下 启动表 待会再来 开始做一些 程式设计 因为我们刚刚是只有界面设计 接下来才是撰写程式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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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